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伦兵看 股市伦兵 今天整个台北股市基本上是延续昨天的一个跌势 连续两天 整个交圈指数都是开低走低 昨天跌了106点 而今天怎么样 跌势扩大 甚至于大跌260点盘中 一度还将近有300点之多 那当然对于今天的一个压回 因为最主要今天在下跌的过程里面 今天是跌破了20日平均线 也就是跌破的月线 同时这里有一个类似短期头部的 这个颈线也被跌破了 所以短线上面你不可否认 你就技术面而言 对多方已经处在一个相对上比较不利的位置 我想是短线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大盘要进入所谓的一个整理 我想在所难免 尤其你看今天整个航运类股 还是持续的一个弱势的一个表现 那针对航运类股等一下有空 我们继续再来聊 那最主要的今天很多人很担心 那这会不会是一个趋势的一个反转 因为今天整个美股的一个表现 也十分的一个弱势 那其实我先这样讲好 我先下结论 短线上我们说会整理 但是怎么样 长线的趋势 我这边基本上我还是先定调 整个多头的架构没有改变 那没有改变 为什么多头的架构没有改变 我们这样讲好了 你就技术面而言 你破了这个月线 破了这条颈线 可是下面怎么样 下面还有一个平台区 这里还有一个支撑的一个味道 对不对 那另外我们说过下面还有什么 那更不要讲下面还有包含像60日 120日还有一些长线的一个均线 可以来做支撑 这是技术面的部分 我就不花太多时间去说了 最主要我们回到源头 这两天台股为什么大跌 美股的一个压回 对不对 那美股的一个压回 又为什么 原因到底是什么 那当然大家会说 这个是一个所谓的Delta病毒 对不对 新的一个病种病毒 会造成 这个会不会又进一步的一个经济的一个紧缩 这个原本景气的一个复苏的一个力道 那会不会因此而减缓 所以造成美股的一个压回 那其实我这样讲好了 为什么上个礼拜 又或者说 为什么昨天美股会大跌 甚至于道琼跌了800点 盘中一度刚开盘的时候跌了800多点 又或者这两天 昨天跌了106台股而言 今天跌了240 260 两天加起来都快400点 为什么 其实答案只有一个 因为怎么样 台股在历史的高点 就这么简单 我这样说好了 美股有没有在历史的高点 来看 美股在上个礼拜还没有下来之前 是不是还在历史高点附近 那你说历史高点 有什么了不起 历史高点 当盘面有出现一些利空 不管是小利空 大利空 又或者是真利空 假利空 它波动的幅度就会非常大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美股两天 也是两根的长黑 而台股怎么样 也是两天跌了400多点 这是因为台股目前所处的位置 跟美股所处的位置 都在历史高档所自 那至于说这个利空 你说那变种病毒又如何如何 其实我现在先跟各位讲一件事情 不要因为打了疫苗 也不要因为整个台湾疫情 有稍稍的一个降温 特别是现在 昨天这个陈部长也提了 我们有可能会来做一个 所谓的警戒降级的动作又如何如何 可是千万不要因为警戒降级 然后你的防疫也降级了 绝对不可以 防疫的一个决心还是要持续 还是要持续 我看到现在外面 人开始多起来 人多起来以后 如果大家还是有一个防疫的决心 那倒也无所谓 可是我发现很多人 已经开始淡化 以为疫情下降了 对不对 然后可能慢慢的要解封到二级了 所以大家整个又开始松懈起来 吃东西不戴口罩 然后就在人与人的距离越来越近 等等等等 就把这些所谓的防疫该有注意的事情 都把它丢到脑后了 这是不对的 不管未来会不会降到 所谓的防疫的一个二级 警戒的一个二级 大家依旧要提高警觉 这个是我在这边再一次跟大家做一个叮咛的 好 那也因为这个样子 我这样说好了 新冠的病毒 这个Delta 大家都说这两天美股大跌是因为Delta 那我问各位 Delta病毒 是上个礼拜才有吗 还是昨天才有 不是吗 是很久以前就有了吗 至少一个月两个月前就有了吗 那为什么前面出来的时候美股台股都还能创高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对不对 那你说美国单日确诊多少人 过去没有美股有单日确诊超过几万人了吗 过去最多还二三十万人了一天 不是这样子吗 为什么这次波动会这么大 我说过了 就是因为台股也好美股也好 都在历史高档附近 所以有一个风吹草动会先跌了再讲 可是既然不是新的利空 既然不是新的利空 我认为冲击程度不会太大 时间也不会太久 我这样说好了 你说美国现在 即便大家或许有一些所谓的防疫的一个松懈 可是随着整个普及的 这个所谓的疫苗的施打率普及下去之后 其实某种程度 基本的防护力 这个防御力还是会有 又或者我们讲一个 现在大家所担心的不外乎是 万一疫情又升高 然后我又封城 我又如何如何 那会对整个景气的一个冲击 会不会持续上来 对不对 可是你想 即便现在变种病毒存在 Delta肆虐 他们就用肆虐这两个字 对不对 可是你认为 不管欧洲也好 美国也好 现在陆陆续续在做解封 你认为他们接下来 因为变种病毒的关系 我在持续的 我不敢讲局部的一个警戒 不会有 可是你要像过去一样 大规模的封城 一封可能又半年一年 如果这样几率有多大 我认为不太可能 可能某一些该有的一个管控 局部性的管控或者轻度的管控 我认为会有 可是你要像过去一样大规模的管控 我觉得不可能 也不需要了 对不对 因为随着疫苗的一个施打率普及以后 其实大家当然整个疫情在扩散蔓延的 你会像过去那样子应该也不至于 因为我说过了 先前大家会那么恐慌 是因为大家对于这个疫情所造成的冲击 还不是那么的一个了解 尤其对于这什么病毒又或者怎么样 都很陌生 所以当然会用比较高规格来对待 可是现在也经过一年了 甚至于都一年半了 慢慢的 大家也就慢慢的习惯了 所以我认为 这个冲击既然不是一个新的利空 至少到目前为止 没有看到新的一个发展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认为这只是一个股市在高档所形成的 一个所谓技术面的一个修正 所以多头的一个原有的架构 没有任何的改变 我想今天对于连续两天的压魂 因为我今天在盘中 也有看到很多名师专家 都对这样的一个问题都忧心忡忡 我也提出我个人的看法 让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好 那如果说 多头的趋势没有任何的改变 那么这一波的一个整理 我说过每次 如果说经过了一个 比较类似中期的整理之后 也代表怎么样 主流股要换人做了 那重新在启动行情的时候 有一些原来的强势股可能要整理 又或许 这整理的时间会拖得比较长一点 可是换句话 也有一批新的一个族群 它会怎么样 它会带着而起 它会成为盘面的一个新的一个主流 那换句话说 当经过整理之后 主角要换人做了 那主角要换人做 你想想看 对我们一个操作者而言 这是不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机会 有人或许从高档下来要整理 可是却有人从底部上来正准备要大涨 那这些未来正准备要大涨的股票 趁着这样一个震荡拉回的一个情况 是不是刚好提供我们怎么样 一个能够低阶的一个机会 那这样一个机会 我们怎么能够把握 怎么能够不去把握 所以今天盘面上不是很多人在讲吗 现在怎么样 要赶紧把船票换成车票 这句话现在对吧 盘面上大家朗朗上口 尤其一些名师名嘴权威专家 更是都把这个几乎是奉为闺女 只是我听得很心酸 我听得很心酸 为什么说我这句话我听得很心酸 我这样讲好了 一个分析者 一个分析者又或者一个 所谓的权威专家你在解盘 你可以说现在航运骨弱了 我们现在把船票怎么样 我们全部把它换成车票 可是有没有一个同理性 如果现在投资人 手上有的是满手的船票 你叫他怎么去换车票 可能我在换的过程里面 我一卖四十八没去 如果是用融资全部都没了 你叫他怎么砍得下手 而投资人会有 会之所以会现在满手 都是这些所谓的一个航运股 都是船票 不也是当时这些权威专家 你们不断的告诉他们 没问题 这二十年难得一见 行情有没有 连老板自己都讲说 我等一下出一趟船 我坐了一艘新船 我出一趟船 对不对 我的船的钱就回来了 也有老板说什么 也有老板说 我每签一个合约我就后悔了 因为每签一个合约又要涨价 我又要少赚了 不是你们一直把这些 所谓的利多不断的 重复给这些投资人 你们不断的去放大这些利多 所以他们现在才会满手的船票 尤其他们很多人是买在高档 从高档下来航运股跌了多少 你说该怪投资人吗 还是该怪当时不断的告诉各位 航运股没有问题的人 当然我先强调 航运股是不是好股票 是我认同 我也认为航运股的营运 其实以目前是没有问题 只不过它涨了多少 老板讲的那些利多 其实坦白说我也认同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 航运股已经不是在低档的股票 它可能一涨一涨一倍 两倍三倍五倍甚至有更高倍数 难道这个股价已经 难道这些股价没有反映这些该有的利多吗 就算这些利多还存在 你已经涨了一倍两倍三倍五倍 甚至于更高的倍数 难道你短线不用整理吗 但是都已经涨了一倍两倍三倍五倍 更是有更高的倍数 当它整理的时候 你想它的幅度会多大 那作为一个分析师 作为一个权威 作为一个专家 难道不应该去帮投资人控管这些风险吗 而不是一味的随着今天盘长 航运股长拍拍手拍拍手 没问题快去掉 然后现在叠下来还一句 一拍二五六 你赶快把船票换成车票 我倒是认为这样的一个 其实很不负责任 不是吗 相较有他们现在 才在告诉你把车票换成船票 把船票换成车票了 有没有 来 你告诉我 这张字卡你一定非常熟悉 没有赚到航运股的人 不要再去追航运了 千万不要错过接下来的电子股 至少我从五月底六月初 我就一直告诉各位这个观念 对不对 讲穿了 没有赚到航运股的人 不要错过接下来的电子股 跟现在这些人叫你把船票换成车票 不是一样的 不是一样的东西吗 只不过我在一个多月 两个月前我就讲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说你在一个月前两个月前 你就把你的船票换成车票 到现在有没有命运完全不同 如果你在一个月前两个月前 你就把你的车票换成船票 把船票换成车票 老是讲错奇怪 如果说你在一个多月前 你就把你的船票换成车票的话 这一波因为你已经先换了 所以你不会买在高点 你不会买在高点 这一波的下沙跟你就没有关系 你也没有避开 航运股的拉回 这一波拉回你完全避开 因为你手上已经没有船票了 你已经一个月前就把船票换成车票 那如果说你在一个月前就买的车票 就把你的船票换成车票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后果 来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幸运呢 还不是后果 Lucky 这一两个月走过来 我说 不是我看过航运 只是说对的股票 你也必须在对的位置 航运股我有没有带你做过 有吧 对不对 有吧 当时台航在30几块 惠阳在30几块 我有没有带你做 当时我在讲货柜 这个马世纪的一个报告 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 货柜三雄才多少钱 那后来为什么涨上来 我不再叫各位去追 反而告诉各位怎么样 不要错过电子股 因为那个位置不是一个适合的买点 不是股票不好 而是你已经涨得那么高了 你一个小差错 一个小差错 你的买点一旦不对 一旦修正下来 你会承受不了 我认为一个分析师 必须要做这样的一个风险管控 而不是谁的盘面 今天航运股在起头 在跟你说 我在讲的时候 确实航运股还在涨 对不对 只是我认为这一段已经失控了 已经失控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绝对不带会员去读 所以基于稳健的原则 我说我现在要来做电子股 那你再回头看 来 电子股当时从利台到九阳 利台涨了一倍多 我们姑且不讲 对不对 九阳也是一发动 五天里面涨超过五成 尤其我一直告诉各位 电子股里头有一个族群叫做车用 这个车用必然会是接下来电子股的主流股之音 而且它会跑第一棒 为什么 随着欧美的解封 老百姓只有一件事情最想做 那就是出门 那就是出门 不管你出门干嘛 出门去shopping 出门去旅游 终究你就是要出门 出门怎么样 出门你要不要需要车子 我说国外 你没车好像没卡 所以不管你出门要干嘛 你就一定需要车子 所以行的需求会大幅的提升 既然行的需求会大幅的提升 这些相关的你看 同志 我们来回做几趟 我第一次带你买的时候才211块 后来我们做几趟 同志以外 借铃 你看 借铃今天还在创新高 今天我们全数获利出清 第三趟 第三趟 可以去询问他会员 这波借铃涨到138 我带你买进的时候 有没有 第一次我带你买进的时候 才八字头 八字头 那现在138块 中涨是难道有输给航运股 而且我们来回做的三趟 今天是第三趟 我们获利出清 除了借铃 接着下来聚合 有没有 你看聚合 我在讲的时候 才35块2 来来来 聚合今天还在创新高 今天还在创新高 来到哪 来到67 35块2到67 有没有快一倍 有输给航运股 最新的蓬城 8255的蓬城 有没有 上个礼拜 今天是不是还在创新高 是不是还在创新高 其他的来 强茂今天大跌 他为什么大涨 台办 去询问看会员 这是我们的股票 难道我在节目里面没讲过吗 这些股票哪一档我没讲过 你自己告诉我 完全落实什么 有没有完全落实 我说过 你没有赚到航运股 你不要去追航运 你跟着我 跟我来做 这些从底部刚上来的电子股 少一点的三成五成 讲超过倍数的也有 对不对 但是这些我都是在一个多月以前 我就带你做的局 我带你布的局 而不是现在航运股下来了 电子股有些都已经涨了五成一倍的 然后他很轻松的告诉你 一派轻松的告诉你 赶快把船票换成车票 接着讲穿了 我听了我蛮生气 投资人的一个心情 谁能够体会 谁能够体会 不管怎么样 既然问题也出现了 情况也发生了 回到我最终告诉各位 我说今天当然很多人又在讲 行情怎么样 现在有危险又如何如何 我告诉各位 我说过了 多头趋势没有任何改变 现在就是整理 整理过后会有新的族群来带头 而这些新的族群押回来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而这些新的族群 未来会大涨的股票 正是你要在它发动之前 先卡位先布局的一些标的 所以我告诉各位 尽管告前 记住我这样讲的这句话 也就是我放在撤标的这句话 新的一场比赛 马上要开始 新的一场比赛 马上要开始 接下来的每一步 做对做错 接下来每一步 做对做错会差很多 怎么样能够避免做错 能够做到对的方向 下个节奏回来告诉我 欢迎回来现场 我想现在 盘面上有一句话 叫做赶紧把船票换成车票 好像铁达你要乘船了 赶快怎么样 赶快换成车票 保平安 对不对 可是现在 你去把船票换成车票 当你现在 尤其你去船票买在高档的人 情何以看 对不对 情何以看 这个时候你来换车票 有很多股票 也都已经大涨一段了 尤其是被这些人 所点名到的这些车票 很多人都已经大涨一段了 你去砍掉在高档买的股票 然后再去追 已经涨一段的股票 我不晓得这样的逻辑是什么 对不对 现在这些人讲的 把船票换成车票 跟我在一个月前 两个月前告诉你的 不要去追航运 没有赚到航运股 不要再追了 跟着我来把握 即将要起涨的电子股 意思是不是一样 对不对 完全一模一样的动作 完全一模一样的意义 可是我是在一个多月前 两个月前做的 刚刚我也简单回顾 如果一个月前 两个月前 你就避开了航运 即便现在航运跌得稀里哗啦 跟你也没有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同时你不仅避开了 这一波航运的一个拉回以外 你告诉我 现在这些每天在创新高的 一个车用电子股 也就是说你们要买的车票 你赚多少 刚刚我们一起聚合为例 我在带你买进的时候 35块 现在多少 今天已经67了 哪一点输给航运股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过 其实盘面上 与其每天跟你追逐 哪些股票大涨 然后跟你分析那些原因 我说过 我比较喜欢告诉你 谁即将大涨 所以当时即便电子股还没涨 即便航运股也还在飙 可是我看的是未来 我看的是未来 所以 我告诉你怎么样 没有撞到航运的 不要追 跟我来做电子股 我想这一切近在不言中了 那最重要的是 接下来怎么做 刚刚我也跟各位讲过了 大盘整理过后 新一波的比赛会马上开始 在新一波的比赛里面 你如何能够避凶屈己 你如何能够做对的动作 不再犯过去的错误 所以 来 我说过 接下来做对做错会差很多 如果你现在满手船票 注意听 如果你现在是满手船票的 甚至于你船上还载着钢铁的 来 我说过 接下来做每一个动作就差很多了 所以如果说 你现在满手船票 船上又载着钢铁的 我今天 我全面开放 不限名额 我全面开放 你把你的问题传过来 我一次帮你解决 甚至于我帮你 能够帮各位 能够最顺利的跟上我们的最新标的 明天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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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